寫完結 我看不見了耶 大家好,我是千涼 今天是我們GTS9的即分賽的最後一戰 最后一集了 本季的最后一集 时间还有这么长 大家可以超过Alex梅多久 立刻有一个失误 追上前面的路还很远 牛培也是一个大家分散相对比较快的场地 很容易失误吧 又长又难的跑道 最适合当作最终站的跑道 这个是 阿凯进站 然后 就停在哪 不知道要出了什么问题 大直线 可以吸尾的超车 Alex也吸回来 不知道会不会超 很近了很近了 不过要转弯了 阿凯进站 萌力一流冲进站 刚好半场 这次策略不太一样 这次策略是 只停一次吗 好 来个风波 这已经是第三台在这边装车了 喔 Rocky这么快 会追上Alex 的原因就是这样 然后一超过就失误了 經過一個PIT 又要重操了 有一種剛剛的辛苦白費的感覺 Aless自己吃草 順利通關 加速一下 Rakid在這邊 要用整台旋轉 Aless這算了一個特色 怎麼不動 Rakid 因為離Aless沒有太冷 所以就停在那邊等Aless過台回來 完全不冒那個回來撞到人的風險 超模範 阿凱爾回到路上跑 問題排除 重回賽道 Aless 優質車手 居然在旁邊停這麼久等後面的車來 在大直線前 終於 終於勝利超過Aless 最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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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哥也跟著自己 大家摟著七圈結束近 Rocky算早近一點 超過 剛出戰的翔哥在生長前面一點點 這個是...Aless的進展 一樣是第七圈 現在來到剩下30分鐘的時候 Rocky已經 透過近戰追過了社長 然後再追上了翔哥 打敗翔哥的話就是我了耶 剩下30分鐘 喔翔哥才被追上 沒錯就是自己在那邊吃草 也不好好幫我擋一下 真是的 完全沒有機會比到 經過了30分鐘的拚命追擊 我也拚命跑 連續跑了三個六門五一 我自己都嚇一跳 但是Rocky還出來了 我想著 剩下幾秒 理賽就要結束 我可以活不來 很可惜沒有什麼好的事情 時間到 圈套已經通過了這一圈的終點 比賽總共是14圈 我還有一圈要撐 整整的一圈 Rocky就在後面不遠處 我已經跑了四圈 六分五一了 我已經跑了四圈 這場不知道怎麼的突然 突然穩定性爆發 然後接下來 會滿身賽的有不錯的 表現 好 究竟是 剛好還是開竅呢 這次的耐久三一季剩下 剩下 AC那邊一集 影片就都整理完了 下一季準備要開始 會有一些變動吧 加入了PC2 然後想要來個混合的 是不要分三個遊戲的 要再來說明吧 小小吃草 好危險好危險 已經拍到了 這個是7公里處 總長應該是快要21吧還休息 目前跑了三分之一 已經要被咬到了 在紐北的最後一圈 對於擋著比自己還要快的對手 怎麼有一種既視感 21的時候也發生過同樣的事情 如果我在大直線前自爆 就是Rocky一次爆就是我贏 如果撐到大直線 Rocky還黏著我的話 應該就是我輸了 11公里了 11公里了 12公里伐幣 請被鐵急淨接下來的 既然蓋錄外路 經過牛北的特色沒多久,就要準備下波 千草已經過終點了 恭喜千草獲得最後一戰的分戰冠軍 我以後我們在決鬥 沒有你的畫面 稍微吃了一下頭 危險,危險 快了,這段下部巨蛋要結束了 經過這裡之後,Rocky黏得更緊了 好可怕喔 最後幾個彎 兩個人都沒有失誤 果然還是在這裡超車 就讓我想要吐槽 這場是不是只有這裡可以超車 和撞前面的失誤可以超車啊 Rocky成功超過去 我馬上吸微流 準備反攻 距離不知道還夠不夠 這時候不是害怕的時候 就算撞出去,最後這邊也要衝 成功在最後幾個彎進到內線 反超成功 最後一個彎 我壓到旁邊的石頭 哇一下,撞到Rocky 馬Rocky已經在牆上 最後我打滑失控 最後我打滑失控 太急了 太急這才有門了 沒落得過終點 還很抱歉,撞到Rocky 好 競賽結果 最後二戰的冠軍 千草野馬G23 第二 威斯里WRXG23 第三 Rocky RCMG23 第四 千腳WRXG23 第五 順掌 Corvette C7G23 第六 翔哥 BNWZCG23 第七 Alice WRXG23 第八 阿凱 第四 五 八 伊塔利亞G23 然後這 他就退賽了 中間就退賽了 看看有沒有一次改變總成績的部分 第一名 千草60分 第二名 翔哥 55.75分 因為魔物 最後一戰 可惜了 要是拿下第三的話就冠軍了 第三 Rocky 46分 前三名有兩個只參加三場 能看嗎各位 第四 威斯里43.25 第五 文盃36 後面兩場沒有參加可惜了 第六 千鳥20.5 第七 杜鞭17 第七 第八 小分班12.75 也是後面就沒有辦法來 第九 財富10.5分 只參加一場 期待你下一季再過來參加 很厲害 第十 雄擊10分 第十一 小時9分 第十二 債7分 都是被扣分 扣到沒分的 下一次 小心一點 不要被扣太多分 第十三 社長 只有最後一場才來參加6分 第十四 Alex 5.75分 第十五 阿翰 2.25分 第十六 阿仲 2分 阿仲只跑了第一場 然後再下來的 超過十六以後的 我把完整的進攻放在說明欄中 想看的可以點進去看 那 我們 PRB GTS 耐久基本賽 最後一站 紐北的精彩回顧就到這邊 讓我們一起期待新賽季的開始吧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那我們這集就這樣 下一集再見 掰掰 喔 進去